你怎么可以说民进党没有知美派 你把我们亮哥放在什么地方 还是你现在没有办法进蔡英文的声 知美派很多 你没有办法进蔡英文的声 所以把你排除在外 喇叭兄也是 我觉得其实这两天 这个新闻从邱毅仁到坎贝尔先生 然后分别发表同样调性的谈话 那其实就有很多的讨论 原本只是邱毅仁一个人讲的话 也许还不会引起这么大的波澜 然后特别加上坎贝尔先生 时机如此之接近 就会让人家引发很多的联想 那其实到目前为止 其实不怪两种分析 一种分析就是 是不是美国有必要在此时此刻 对台湾释出某种讯息了 是不是台湾内部 有很多不切实际的想象 又或者是说有什么躁进的行动 在推进台独这件事情上面 所以美国认为此时此刻 必须要提醒台湾 必须要提醒台湾 你不要再搞了 这种声浪不是没有 从过去 过去在去年11月之前 台湾一直有一股平行世界 水晋八旗的那些荒谬言论 就是认为我穿威武 川普一定会当选 然后川普一定会支持台湾 跟中国开战 然后美国跟日本 还有印度也联合起来 随时都会对中国开战 这样平行时空式的 对国际关系的评估 就这些人 就这些人支持川普 直到11月3号 甚至还延续了两个礼拜 认为川普有机会翻盘 而这样子的人 这样子的人在拜登当选之后 他其实并没有消失 他只是变得相对沉静 然后看到拜登上山之后 跟原本预期的中国灯 看起来好像不太一样 对中国还采取比较强硬的 态度的时候 这一直是在酝酿着一种 是不是还是有机会 所谓台美建交啊 我有生之年 是不是会看到台美建交啊 美国会驻军台湾啊 你看这个什么C-17的飞机都来了 是不是有可能美军也会来啊 这样子的声浪 是不是有可能 因此要在这个时候 对台湾内部的某种声音喊他 那另外一种分析呢 就是针对说 这个我看到你们这个触控的 荧幕当中也有做出来 就10月G20的时候 现在一直在铺排啊 一直在铺排这个习近平跟拜登 终于要正式的见面 这样子的一个气氛 所以一切的 像是中国大陆 一直把台湾视为核心问题 这是毋庸置疑的 然后美国呢 历次做 不管对美国政府官员 对美国的明代 对美国的美国人 做的这样子的一个民调 都显示说 台湾问题对美国来说 并不是核心的议题啊 甚至排到第七名 第十名之后啊 就是这样子不同的 不同的这样子的认知之下 所以呢 为了铺排一个在这个拜习会 或习拜会之前的友好气氛 所以对台湾问题 美国就适度的表态说 我没有要跟你 我没有要跟台湾搞这个啊 你别别担心啊 我没有要玩这局啊 我们还是两个大国彼此 做起来把事情谈好 那这件事情 不管哪个原因 也可能两个原因都有了 然后加起来之后 就造成了这样子的一个局面 但是 但是我觉得在此时此刻最尴尬的 莫过于我前面讲的 就是在台湾有一群 有一些人 就是回来一个平行时空里面 我们再怎么讲 不管你是说 你用很理性的方式 像赖教授一直这样子 对老生常谈的说什么 等聚外交啊 然后说什么不要 对不对 你曾几天才在这边讲说什么 我们不行战略清新 我们就是要走战略模糊 现在就清晰的不得了 不知识台湾啊 是不是就清晰的不得了啦 然后呢 就是一直有这样子的声音在 然后今天于是就有最经典的 经典的这个绿营侧义意见领袖 某位医师的这个阅读笔记就有写 他今天早上 他今天早上就写了 这篇文章震骨硕金啊 今天大家都纷纷转传 把它视为奇闻啊 就想说 就想说 这个拜登政府不支持台独啊 谁在这个喊台独啊 就是要把台湾送给中共啊 哇一夕之间一觉醒来 大家都浑然不知 我支持台独一觉醒来 变成中共同路人啊 他这篇文章 有有看吗 有看到这篇文章吗 阅读笔记有特别写 他在这样写啊 开头两句就是结论啊 我刚把阅读笔记删掉啊 谁在喊 你真的觉得反串的是不是 谁在支持台独 就有可能让台湾被中共收去 然后接着举三个例子 什么例子 韩国瑜这种人 还拿552万票 然后呢还有一个 一天到晚跟中共勾勾敌 对美国不假辞色的人 连续选上两次首都市长 还有一个 要不是我们塞满凯道 他就要牵服帽啦 这种人都可以当选 怎么这样子的台湾 你敢独立吗 美国敢让这样的台湾独立吗 这篇文章 我说真的我第一时间看到 我也以为是反串的 就一朝起来 支持台独变成中共同路人 因为台独会让台湾被中共收去 基本上 我说真的 如果未来大台湾国建立的话 这篇文章应该被收进小学课本里面 他完全已经揭示了未来台湾国的外交内政纲领 内政就是谁敢不支持我大民进党跟大蔡英文女皇的话 谁就是中共同路人 所以你投552万票投给韩国瑜的啊 你投给柯文哲当首都市长的啊 你支持马英九啊 他要牵服帽的啊 一律打为中共同路人不用多说 内政就是这样解决 那外事呢 外事怎么解决呢 外交怎么解决呢 就是美国啊 美国说 美国说 美国说我不支持台湾独立 我不支持台湾独立 那些什么尊严啊 那些什么独立啊 那些什么价值啊 通通抛开 回过头来教训自己人民啊 美国说不可以独立 你们哪个在讲独立的 你们哪个在讲独立 美国说不可以 你们哪个在讲独立的 就是我平常在那边主张独立啊 尊严啊 我要讲台湾No.1啊 美国啪一巴掌打下去 我不支持啊 然后这样子这些人 就回过头来打人民 你有资格独立吗 你投给马英九耶 你投出了韩国人 你投出了柯文哲 你们这样子台湾人 有资格独立吗 就是这样子啊 开箱我怎么价值观错乱啊 你到底在 这就是这样子 他已经闻到 亮哥现在在看这边集问 你们不可思议 但是他的内容就是这样子 古代孙权 还要外事不觉问周瑜 内事不觉问张昭啊 然后民进党实证的时候 外事不觉怪老公 内事不觉推老板 我认为他中间有一句话 真的在看耶 推老马 他说台湾一旦独立 随时可能倒向中国共产党 是 这什么逻辑啊 对对对 现在不要了 未来大台湾国内外事 都问伊晨就可以了 因为他已经在一篇文章中 把他所有讲完了 国师 国师人籍 我在想小英总统 他不回嘴 是不是他也想要继续搞模糊 可是我跟你讲啊 就是 因为虽然说美国 这两天我们一直在讨论 很多的专家一直在建议说 对台政策是不是要由模糊变清晰 那昨天呢 借文几借大使在我们节目讲说 怎么可能美国给你清晰 他就是要继续搞模糊 他要模糊才有利可图 好的确了 坎贝尔直接说了 反对战略清晰 他说这攸关牵动台海 国际局势台海和平稳定 就贺阻台海发出的清楚讯号 留给所有人想象空间 北京自然是贺阻对象 台湾又何尝不是 亮哥 前面我问你啊 你看小英从 陆委会一路到现在 十几年啊 他有讲过支持台独吗 你有听过吗 没有吧 他从来不用这两个字 他从来都是说 中华民国台湾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然后要维持现状 他的用语都是这样 他从来没有讲过台独这两个字 那确实了 那个赖清德确实要解释 因为赖清德这样讲过 他说他是一个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所以因为台独 台独基本上是个运动 所以你对台独是什么定义 那有在使用这个词的人 应该去解释 那目前在我们的政府里面 比较明显的是赖清德 事实上蔡英文 连吴钊燮都没有用过台独这两个字 因为我长期在研究这个题目 所以我很清楚 因为台湾前途决一文 我们是撰写人之一 所以我知道民进党里面的生态 就是哪些人常常把这两个字挂在嘴上 那基本上新潮流的人比较多 那我们宇哥也是 可是你说蔡英文 吴钊燮 萧美琴 事实上他们很少讲这两个字 很少 就是民进党现在大概执政派 执政派大概它的用语就是说 两岸是主权独立嘛 互不隶属 大概会讲这个词啦 然后大概在讲说我要维持现状 大概是这样 那美国为什么他在这个时候讲这个话 我觉得他大概就是要把 因为他现在的共同语言 包括美日联合宣言 包括G7 他的共同语言都是台海和平与安定 我觉得他就是要把台海和平与安定 不要跟台独画上等号啦 所以他就要跟中国放一个很清楚的讯息说 我们支持的是台海不要发生战争 那你双方如果你要用武力解决 那我们是反对的 可是这不意味着我要支持台独运动 这两件事啦 所以未来其实比如说他最近可能都在跟 跟日本在做一些 不是什么兵推啊什么的 那未来可能对台海啦 对东海南海可能都会 有一些新的军事部署啦 那他就是要 有一个很清楚的讯息要告诉中国啦 就跟他讲说我们这一些部署都是跟台独运动没有关系的 我觉得大概是这个意思啦 那未来就不会搅在一起啦 所以还是要分清楚啦 凯湘你为什么突然笑 我很认真想问亮哥 你也大师级的人物 那你看 比如说我跟小英是同一边啦 我几乎没有用过台独这两个字 那你说你不用台独这两个字的这些 那你要去问他们啊 不是不是 不是你说不用台独这两个字的 是你们觉得你们觉得台湾独立运动在于 在于已经完全承接中华民国这个壳之后已经完成了呢 还是说可是你看像蔡依纯那样的写法 还没有完成啦 他把它写成未来式耶 就是说终究是法理台独那一套 确实有不完成的地方啦 因为我们陆委会 我们两岸似乎还是属于陆委会跟国台办嘛 不是属于外交部嘛 对不对 所以你就法律体系来讲 两岸还是有一些模糊地带啦 这个就是赖老师在讲的模糊啊 我这边我要找我 我们介大使讲的那个模糊 那你们不能赶外交部你们可以成立内交部啊 跟陈伯伟的意见一样 还没弄啊 美国从来不承认中华民国台湾 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美国从来不承认 所以你吴钊燮 蔡英文讲到破讲到死 你吴钊燮 蔡英文你讲到破讲到死也没用 因为美国人就说我就是不承认你 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我就是不承认你 你就不是一个国家 而我只承认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个部分 目前是分治 是事实 然后中国的统一由两边自己谈 我美国人不会介入 那我希望你们是和平的 非和平的手段来统一 这样的一个方式 态度如此的清楚 所以吴钊燮想我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在美国人的眼中是屁 所以我根本不承认 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连结邱一人讲了 邱一人的意思也就是说 如果你在台湾你要搞主权独立 不管你用什么名字 不管是中华民国台湾 或者是这个台湾民主共和国 不管你用什么名字 对不起 由不得你台湾台独人士 你自己来决定 要由美国来决定 因为你喊了半天叫了半天 对不起 决定者决定权 权力不在你手中 那这个权力在谁手中 美国人手中 美国人就已经跳出来告诉你说 我不支持 但是美国人还没有升级到我反对 不支持是消极的 不一样不一样 但是反对是积极的 反对我就会直接介入了 所以我觉得目前来讲 坎贝尔的讲话 还没有上升到 我反对你台独 因为你台独我就要打你了 可是美国人又讲了 坎贝尔又讲了一句话 这句话就让蔡英文 吴钊燮他们不知道该怎么活 为什么呢 他说我爱的是符合 美国人利益的台湾 所以你的台湾做任何事情 符合我美国的国家利益 我就爱你 可是他有一个反面的话 你如果不符合我国家利益 我美国的国家利益 我就不会爱你哦 那问题就在于 你中华民国的总统 或是你中华民国的外交部部长 在美国人眼中 你是一个屁 因为你根本不存在 然后呢 问题是 你如果做符合美国 符合美国人国家利益 但是却不符合 我们中华民国国民的利益 那美国人就不爱你哦 还是美国人爱你 台湾人恨你 那现在的情况就是 莱克多巴胺 就是你符合美国人的国家利益 伤了我们台湾人 那你到底是 是站在哪一端呢 你站在美国人的利益这一端 还是站在我们台湾人的利益这一端 那很明显的 你就是站在美国人的利益这一端 所以美国人爱你嘛 但是我们台湾人当然要恨你嘛 因为你出卖我们的利益 给美国人的利益嘛 你出卖我们 整个台湾的利益送给美国人 然后呢 赢得美国人的爱 那对不起啊 那你一定要撕掉我们台湾人的爱嘛 那问题就在于 如果在这个时候 一个出卖台湾人利益给美国人的 你台湾人还爱他 那我就会对还爱他的台湾人 我就无法可说